你想果然还是选择传球 右方到后点 祝你几乎就能碰到手机球了 滑过来前点被山东队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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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 syndrome 后点越前射门 找到了方便 放槌 这千金球会放得直接 高压的时候应对的一个力量 陈敏和月星一对一 而找后点 投球顶上了 未来你的投球 在比利时国家队就是一大杀气 这是一个虚晃 然后外面直接射门 韩荣泽把球挡了一下 就是动一下这个球 然后 陈敏给汤起来就能打 赛季的状态还没有准备好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会会 好球 漂亮 大葵这个转身零空抽射 阿无罗怼了一下 大葵转身就射 打在力柱上 太可惜 这个球真漂亮 这个赛季一开始感觉 有点调过来 但是今天在场上也看 不知道他在场上 哎呦 这个处理也不错 漂亮 山东队 对来你再给 孙国温 这个球 对来你球给的还是非常清楚 孙国温 想推一个圆脚 变得离自己非常远 有点处理了 雷桑转移好球 最后两步 跟到边上 孙国温 以对于下底 传后点 偷球 哦 这球进了 郭天宇吧 哦 还做出了一个 C螺式的庆祝动作 找 最后还是孙国温的突破 孙国温今天在左边 已经给浙江队 制造了很多麻烦 这呢 孙国温 直接打门了 漂亮 哦 这个球是打在了这个 局部范围里头的这个 细活儿 我们所说的穿直引线 这个是他的特场 哦 漂亮 费兰尼一个马赛回旋 反击克雷桑 克雷桑虽然胖了 但是啊 还是起得来啊 克雷桑现在踢的有点 这个前场自由人的味道 球也分得不错 刘逼逼 这几下有一点犹豫 他第一步进去的时候 小军胜起跑的时候 投球 又打在立柱场 哦 再补进了 两度狠 把比分追平一比一 这张队是利用脚球的机会 顶到了 又击中了立柱 第一下好像是张家琪 弹回来 第二下是阿良 把球补进 第一个是张家琪 投球蹭到了 关键时刻 突破大葵 给 这球稍微小了一些 领得不错 弗兰克进去了 大门 漂亮二比一 就在山东队 做高压的时候 郑强队一下 这个球 姚军胜 是大葵和姚军胜之间的 一个纵向的配合 一下子突破了山东队 整个在前场编织的防线 后场就只剩下 赵建飞 孙国文了 从 二比一 外围 这脚顺门 质量很高 还是利用高压 又把球断下来 博天宇 刘洋 晃一下 左脚上门 再给到埃弗拉脚下 埃弗拉踩单车 这种球不太会给点球 这种球不太 哪怕是打到手了 哪怕是打到手了 也不太会给点球 这个球是自己 自己往往里头摔 这个挺明显的 这个传终传得好 后了一下 埃弗拉 射门 右脚 没打上力量 五十颗 应该是陈浦来操刀 最后十颗 山东队 扳平比分 这张队的确是开了个小拆 规定应该是要把点球来决胜 谁碰那么高 吉祥 有问题 再有一个停顿 打门也进了 有没有问题 骗过了韩生泽 这样的 空中队是十颗 后位 也进了 前四个球 都是踢向这个守门员 左侧的这个方向 还是踢守门员的左侧 说 韩荣泽也是一直往右边扑 哎 股超晃了一下陈浦 起到了作用 好球 这甚至是 不太像一个后卫的脚法 很冷静 而且推得那么准啊 股超把球扑出去了 这样的比赛结束 常规时间2比2 点球4比2 这张队总比分6比4 战胜了山东泰山队 获得了这一次 曲周有礼2023提彩杯 男子职业足球邀请赛的 比赛的胜利